这是Adam 他饱受痛风之苦 尝试悠扰 他在治疗痛风中 有助于防止尿酸晶体 悠扰 尿液减化剂 有效缓解痛风 你好 欢迎收看K&T TV快报 尽管外界经常用绿潮来形容国盟 在去年大选时崛起 甚至断定伊斯兰浪潮涌现 但是行动党前万一国会议员王建民认为 这是懒惰的概括法 不足以反映大马日益复杂的选举情况 王建民在自由经济大马发文表示 绿潮的说法并不准确 原因有很多 其中包括 他忽略土著团结党支持 显著增加 也忽略了伊斯兰党使用国盟旗帜 竞选时所获得的优势 王建民也认为 绿潮的说法掩盖了国盟选票增加的原因 那就是巫统在斯美兰和柔佛之外 几乎所有半岛周暑的支持 都发生灾难式的崩塌 他强调 这种对巫统 尤其是阿姆扎西领导的不满 使得国盟从中获益 王建民也提到 无可否认 宗教影响力在过去几十年不断上升 但伊斯兰宗教学校只占国家 整个教育体系的一小部分而已 很少证据表明 这跟伊党的政治支持有关联 他提醒 虽然绿潮说法将带来多重危机 如果绿潮属实 那团结政府将不得不制定宗教政策 来抑制宗教情绪 这反而助长伊斯兰恐惧症的说法 而且这种情绪 无助于了解马来社区 其实有不同的需求 王建民呼吁政府 正是政治竞争加剧的大趋势 以及人民不再支持 国阵和巫统的现实 他强调 虽然宗教非常重要 但它不是人民投票的决定性因素 政治人物应该对中间选民 特别是马来选民 多加强调政策和政治的信息 以便让公共政策的想法 更具竞争力 以及传递更好的公共服务 统民党穆达昨天宣布 将在来临的六周选举单独上阵 给选民第三选择 不过这个决定 却引起马坡公正党的不满 公正党马坡区部秘书艾沙阿里 昨晚发文告批评 相关决定违反了统民党和西盟之间 选举盟约的政治合作关系 因此公正党马坡区部 决定终止与统民党 马坡国会选区的一切合作行事 上星期六 安华 陆兆夫和阿摩扎西 三巨头都缺席 昌明大马 雪兰额场的造势活动 国阵方面甚至说 西盟举办这场活动之前 并没有事先和国阵商量 因此国阵选择不出席 种种情况引起许多揣测 昨晚雪州沃通主席 梅加祖卡奈因 出面灭火 否认国阵杯葛相关活动的指控 他还透露 西盟和国阵计划在近期 推荐雪州联合政府的竞选机制 并且准备和雪州西盟主席 阿明鲁丁商讨相关事宜 双方还会发布联合声明 各大巴鲁市议会 向服装店女业者开罚单 而引起争议后 地方政府发展部部长尼可敏呼吁 市议会撤回罚单 因为在自己店内穿短裤 是非穆斯林的权利 尼可敏今天授寻时 呼吁市议会要尊重联邦宪法 不要滥用权利 他强调 大马是多元种族宗教的国家 相关业主也是非穆斯林 而且在自己的店内穿短裤 这是联邦宪法所保障的权利自由 尼可敏点出 市议会的举动 已经令非穆斯林社会大感震惊 他希望市议会和地方政府引以为鉴 不要过激或开出法单 应该先商量提醒或教育 行动党全国主席林冠英今天透露 如果穿短裤而接获罚单的哥达巴鲁女业者同意 行动党将准备协助她在法庭上辩护 另外林冠英也指出 另一个凸显伊斯兰党极端主义的例子 就是吉打大臣沙努西早前的言论 林冠英表示 沙努西将槟城比作军事坦丁堡 并假借战争意向来鼓吹暴力 已经深深的危害国家和平令人担忧 我过后他们讲说 我们不是要去打战这些和平 而是你用这样的武器精 精队的那种的形容 这个是代表什么 一个圣战 所以这个是非常危险 马来西亚人民应该团结起来 对抗这种危险的种族 而极端主义的言论而行动 公正党副主席努鲁伊莎谴责 有心人士在TikTok污蔑她 涉嫌贪污 令她感到悲惨失望 努鲁伊莎透露 有人已经报警 要求彻查这个诽谤言论 努鲁伊莎昨天在面子书写道 她1998年涉足政坛至今 经历无数的攻击 不过任何事情都有界限 她愿意忍受攻击 但她不会放过诽谤她 涉嫌贪污的指控 也是财政部部长 顾问团成员的努鲁伊莎说 我不曾做过滥用权力 或政府公堂的行为 也不会接受反对党散播诽谤 特别是涉及我的信誉和诚信的谣言 努鲁伊莎透露 已经有人针对散播谣言的事情报警 她相信国家的司法制度 将会对付造谣者 努鲁伊莎认为 如果大马的政坛被诽谤文化污染 那么国家将无法进步和成功 据了解一名女子在TikTok影片中表示 如果要得到合约或私吞公帑 要先问过努鲁伊莎 不过有关影片已经被删除 前击打宗教师理事会副主席赛努 昨天在面子书发布影片 为她发表的上仓的敌人言论道歉 赛努强调她无意针对任何政党 赛努在影片中表示 如果任何人因为她的言论感到冒犯 她愿意毫无保留的道歉 赛努也说 她的言论被人错误诠释 因此她有必要加以澄清 她没有针对任何个人或政党 西蒙领袖昨天报警要求警方调查 在努在集大集会上发表煽动言论 西蒙领袖更以1985年莫玛里事件 和2000年奥马乌纳判论为例 提醒滥用宗教术语的危害非常大 数码通讯部部长法米昨晚在抖音直播尾声 警告留言的网民要小心 因为他们正在受到监控 如果接到电话或警车上门找人 就不要怪他 同意党主席赛沙迪随后批评 法米以前捍卫言论自由 如今却威胁批评者 仿佛为了权力而放弃原则 法米饱受批评后 他澄清自己只是针对触碰3R课题的人 而不是批评政府的一般民众 所谓3R课题是指涉及种族宗教和往事 好的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留守KinneyTV的YouTube、Facebook和Instagram 也欢迎您订阅当今大马文字版 我是叶桂文 我们再会